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e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四天 但你了解时事 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 那今天其实我录影时间是6月13号 那就是做明天一讲个礼拜的新闻 那我们这个礼拜要看的四篇 首先第一篇是书混4.0的方案 那新闻来源是我们台湾外交部的网站 那第二篇是世界晶片生产中心的困境 那这边当然指的是台湾 台湾的特别指的是可能台积电、联电 这些专门在做晶片的 他说我们面临的困境两个 新冠跟旱灾 那他这篇文章他认为其中以旱灾 对于台湾来讲打击会比较大一点 那新闻来源是CNN 那第三篇是远距交学延到6月底 第四篇好心肝的疫苗事件 那其中这一篇呢 这个CNN一篇 然后接下来两篇是台北Times 好可以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单字总栏 首先看一下第一篇 这个纾困4.0的话呢 我们就学到纾困金 扩大补助款合格 申请者 这个孩童的家庭 劳保 自聘工作者 临时工作者 以及身心障碍 相关的英文怎么讲 那第二篇是CNN的文章 世界生产晶片中心的困境 那有气候危机 损害后果 这设法得到那个疫苗 自来水 这个是这个制造商 贡献 还有运送相关的单字 那以及下一篇 远距交学延到6月底 那这边就会有这个暂停上课 停止面对面的指导 全国的教育机构全部暂停 课后照顾中心 也就是所谓的安清班 那个指考延后 大学入学表现 大学入学也延后 那相关的期末的评估 也要有所弹性来做调整 那下一篇第四篇是好心肝 这个偷打疫苗事件 那这个会有罚款 那这个打乱了政府的接种计划 那他就是失去了合格的 疫苗接种的这个诊所 那疫苗注射 然后移除剂量 优先顺位 疾病预防员工地点注册 我们在这篇新闻会学到相关的单字 好来看一下纾困4.0 新闻来源是台湾Today 这个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外交部的网站 他说Cabinant Announced This New COVID-19 Relief Program 来那看一下相关的单字 首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解脱救济金 那个纾困金 那纾困金的英文就是relieve relieve可以 那这个在之前 上个礼拜 这个我有讲一篇新闻 那一篇新闻就是说台湾终于下雨了 那对台湾人来说 我们真是松了一口气 Breathe a sign of relief 各位这个它是一个习惯讲法 Breathe这个单字它的意思就是呼吸 Sign这个单字是叹气 relieve就是解脱 就是松了一口气的意思 那包含像今天这个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 稍微有降低 那当然大家看到这个本来是200多 那今天今天看到这个confirmed case 是大概好像一百七十几吧 那当然就会Breathe a sign of relief 就会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样 那这个单字它是名词 那它的动词就是relieve relieve 各位那这首缓解救济 那各位relieve这个单字 其实非常的好记 就是如果说 比如说各位像这个字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你就会看到它长得很像leave有关系 那各位leave是什么意思 住可以吗 那read这个单字是不是再一次 再一次 挡住了我就知道 ok 这样就没有挡住了 再一次 所以你就想 我就是这个地方 我能够再一次的住回来 那就是有减缓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可能之前比较胎哥 比较脏什么的 清洁完之后 你又再一次的搬回去 就是有减缓的意思 可以 好 那就是教各位怎么记 那下一个单字 下一个单字叫做relieve measure major 那各位这个major major 这个单字就是 这个单字它在这边是措施 好不好 major 这个单字有测量 动词是测量 那它还有方法的意思 ok major ok 那这个单字就下一个了 那下一个单字就是说 它的方案 就是1.0 2.0 3.0 就是不断的有扩大 那各位扩大的这个字 这个叫expand expand 可以 那这个单字 就是如果说它是动词 我们如果稍微调整一下 它变成后面加上ABLE 变成expandable expandable 各位那expandable就变成可扩大的 扩充的 还有可以调整的 好 那各位这个expand 它就是ex 再加上pand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稍微就是做一下调整的话 这个d我们如果说暂且先不看它 我们就专心的看一下这个pand 各位你知道什么是pand吗 pand就是 这个 平底锅 各位我这个画的应该有像 平底锅 那你就想 ex ex 这个单字 应该是这样 ex 这个单字出去 那就想 平底锅尖着尖着它跑出去了 东西太大 扩充就这样子记得 expand expandable 可以啊 那接下来下一个字 这个是commitment 那政府有承诺 我会照顾那一些 就是收入遇到困难的族群 那这个叫commitment commitment 那各位这个单词就是说 如果ment 我们把它拉掉的话 各位这个是名词结尾 那如果说这个名词结尾把它拉掉 就可以讲commit commit commit这个单词有做错事 它有犯错 从这边切 做错事犯错 那还有承诺 还有保证的意思 各位这两个解释 其实非常的有趣 你想要保证什么事情 通常做不到 你就是做了错误 就是做错事这样子 或者是说 通常会保证什么事 通常可能都跟做错事 可能跟做错事有关系 像有时候这个 我只是我家太太生气 我家大人生气 他的话就是我一定会这样说 我保证下次不敢了 下次不敢了 这两个单词 关联性 就是有一点点的关联性 这样 OK 那commitment这个单词就是承诺的意思 OK 那下一个单词是 reliefsubsidy subsidy 各位这个subsidy 各位 我是教各位这个单词怎么记的 它是sub 好不好 sub这个单词是不是在底下 那各位这个sidy sidy 看看各位怎么记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sid sid sid 你就把它联想成sid 大家看各位怎么记 sid是不是做 那补助就是从你的底下上来 了解 从底下上来 这通常都不是由上往下压 就是底下上来 让你撑着的那种感觉 所以subsidy 好 这样子可以 那这个subsidy 它这个单词本身就是有补助金 补助款的意思 OK 好 那下一个单词是eligible 这个单词 eligible OK 这个字 好 那这个单词它就是有合格的 还有资格的意思 这样可以 那eligible 各位就多念个几次 eligible OK 好 那下一个单词 这个是access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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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access 这个单词有通道 有途径 使用 就是说你有这个管道 你可以去用什么东西 那你比如说如果说在外面 这个地方有wifi access 意思就是说它有一条管道 可以让你去链上wifi 所以wifi access就是 这个地方有提供无线的网路 好 这样子了解 那这个单词同一字 也不是同一字 你会觉得是长得非常的像 有没有 css 那稍微改一下就没有success success success 那各位success这个单词不就变成功吗 你就想成功 一个会成功的人通常就是他有一个管道 他知道这个路应该要怎么走 其实各位是这样 这个suc 它的话 我这样挡住了 但是我要缩小一点 各位这个suc 其实它就是跟sub有点像 就是在底下的意思 好 那这个后面这个cess success 其实你刚刚看那个字你就知道 success不就是一条路吗 所以success这个单词就是有路的意思 这条路在底下 各位那success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你遇到前面有阻碍 你路过不去了 你想办法继续往前进 你就是往下 你就是不管是从左边还是 反正英文的时候你就往下继续走 原理上成功的概念就是你要一直走 所以success 这样可以 这个单词 ssuccess 这样子记 好那下一个单词是applicant applicant 那各位那个ant结尾 通常都是跟人有关系 所以如果说ant把它拿掉 就有apply 那各位什么是apply 这个单词就是有申请 试用 我非常多介绍 申请 试用 应用 还有涂抹 比如说你 出外面现在太阳大 就是涂一些护肤的那种乳液 那各位乳液就是cream ice cream的cream apply some cream on your skin OK 那这个apply yourself yourself 这个是自己 就是你自己要应用好自己 就是努力的意思 所以applicant apply 好来 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是 trial rearing household trial rearing household 那各位这个household 这个单词就是有家庭 底下 我底下有打 household这个单词有一家人 了解就是家庭 那trial rearing 各位 trial这个单词没有问题 就是ginna 那这个字rear rear这个单词 行动词有后面的意思 当动词有养育 各位没有错 养育都是爸爸妈妈在后面支持你 让你往前走 那没有错 所以trial rearing 就是有养孩子的 把它变成形容词了 OK 那所以有养孩子的家庭 叫做trial rearing household 可以 那这个补充一下 这个household就是家庭的 一家人的chore c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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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就是杂事 所以household chore 意思就是家务事 做家事的意思 这样子了解 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叫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y 各位 那这个disability 各位你看得出来 它就是this 再加上ability 那各位什么是ability 我写一下ability 这个单词意思就是能力 能力 那dis 这个单词 它就是this 就是没有 可是其实一个单词如果说它是低开头 通常都有下去的意思 能力下去 你不在这边 能力跑下去了 所以就没有能力 那disability 就是有点障碍 可以那physical 这个单词就是身 身体的 mental 这个单词是心灵的 身体 心灵的 身体或是心灵的障碍 了解就是身心障碍者 那这个单词 如果说把disability把它改成health 各位那health这个单词是健康 所以就变成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这个叫身心健康 ok 这样子了解 那下一个字 下一个单词就是self-employed worker 各位这个worker这个单词是工作者 self这个单词就是自己 那这个字各位这个单词你会发现它有加ed 为什么它有加ed 各位其实这个单词是形容词 而且是被的意思 被怎么样的 所以它是被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 这个employed这个单词 employed这个单词 employed这个单词 它当动词叫做雇用 雇用 那自己雇用自己 自己被自己雇用 那就是自聘 就是自己聘用自己的 就是你是自营业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employed这个单词 是动词是雇用 这边还是顺便跟各位提醒一下 一个动词 当我们就是把它改成pp 你如果搞不清楚什么是pp 你就抓个大概 就是后面会加ed 那或者是后面如果加上ing 各位它会变性 变成形容词 各位那这个由动词转形容词的过程 各位一定有听过 那个叫做分词概念 各位那个叫做分词 各位什么叫做分词 分词就是形容词 什么样的形容词 由动词转换过去的形容词 这样子可以 那employed这个单词是雇用 employee 会变成员工 employer 这个单词就是有雇主的意思 了解 雇用别的人 就是雇主 可以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definite definite employer 各位这个employer这个单词 就是雇主 definite 这个单词就是有明确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 他是有明确的雇主的 definite employer 这样了解 那下一个单词这个是definite 各位什么是definite definite就是明确的 这个有确定的 那各位这个单词他是从这个动词 就我打底下 底下是补充说明 我要过来一点 这个叫definite definite这个单词就是有下定义 各位这个单词呢 他还有说明的意思 这样了解 那各位这个definite非常好记 爆炸好记的一个单词 怎么个记法 就是d再加上fine 那各位之前有跟各位一直讲 一个单词d开头就是有下去的意思 那fine是不是好 我一路各位就是我本来在这边 我是要下去全部都变得很好 都fine 各位第一一个单词d开头 各位他就是有down有下去 那各位他还有一路 就是你看就是我刚比的 从这边开始 然后一路往下 define一路下去都变得很好 下定义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人都fine ok没有问题 各位这样了解 所以define这个单词 他还有说明的意思 就是你讲的非常的清楚 了解 那各位底下这个单词 definition 各位definition 这个单词就是有定义解释 各位你觉得你晓得了 我今天给一个东西定义 他一定会很清楚 可以吗 那definition 这个单词就是 还有清晰度的意思 low definition 看不上有low low就是d low definition low definition 就是你看不太清楚这样 好吧各位在这边几个字 再念一字 definite employer definite define definition 可以 多练习几次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是labor insurance 各位这个是insurance 那各位什么是insurance 这个保险 那各位这个保险也是很好记的一个单词 这有没有看到中间这边 sure 印有进去 我进去确定你没有问题 保险 人生嘛 这个保险这样保单 就是为了要保险你未来 他会进到你的人生里面 确定你的未来没有问题 所以保险再来一遍insurance insurance 这样可以 那前面这个字是劳工 各位劳工这个单词就更好记了 你会念你就会被 懂的意思吗 labor labor 可以啊 labor 各位像现在大热天的劳工 在外面劳工朋友在外面 labor labor 这样子可以啊 labor insurance 劳保了 了解 labor force 各位force是力量 labor force就是劳动力 好 那底下这个单词 我是额外做一下单词的补充 这个叫elaborate 各位什么是elaborate 各位elaborate 这个单词有详细的详细说明 各位这个单词为什么好记 从中间来看 各位有没有看到labor 刚刚不是有说过吗 labor这个单词不就是劳工 那这个e e开头的一个字是不是就是出去 可能被我的大头挡住了 真的被挡住了 e这个单词开头就是有出去 labor or这个单词就是有劳工 劳工要出去了 劳工朋友要出去了 你看那个工头或者是组长 是不是都会特别交代清楚 一定要讲清楚 不然到时候 劳工在外面 没有按照规定来做事情 做错了就很麻烦 所以elaborate 一起记elaborate 所以labor elaborate 这两个单词要一起记的一个单词 可以好 下一个字 temporary worker 这个叫临时工作者 这个叫temporary temporary worker 这个就是临时的工作者 tempor 这个单词有脾气 它有易怒的意思 tempor lose my temper 就是要抓工 就是发火 tempor 这样了解 各位你就想temporary covid-19 relief measures has been expanded to benefit the total of 7.3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所以这是内阁 就行政院 这个cabinet 各位这个是cabinet cabinet这个单词要有橱柜 但大写会变成行政院 这个内阁最新的round round这个单词是回合 最新的回合 什么样的回合 新冠肺炎的纾困方案 relief measure 或者是纾困措施 has been 已经expanded 各位这边有一个 讲一下 has再加上这个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说一个has 再加上一个PP 讲的怪怪的东西 这个中文翻译呢 我写在这边 它就是有完成式 完成式 简单来讲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已经就好 各位文靶不用太过纠结 你只要知道它中文翻译成已经 这样就好 已经 然后后面这有一个b动词 再加上一个这个 版面有点乱 我把它涂掉 这样涂掉可能会清楚一点 我的叉子 我先把它涂掉 各位 好 涂掉了 那涂掉之后 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个b动词 再加上后面又加一个ed 那这个中文翻译会变成被 所以已经被扩充了 各位expand 这个单字就是扩充 所以已经被扩充了 要去干嘛呢 要去得益 给谁利益 benefit 给谁利益 A total of 7.3 million Million 是百万 730万的台湾人 好 要讲 所以怎么去 The cabinet's latest run of COVID-19 relief measures has been expanded to benefit the total of 7.3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好 这样子 好 接下来下一句 Underscoring Underscoring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the people Emit the largest domestic outbreak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所以underscoring就是强调 好 谁强调 内阁强调 强调政府的承诺 要去干嘛 保护人民 Amit 在什么之中 在大型的国内爆发 疾病爆发 domestic outbreak 国内爆发 自从大流行病开始 好 这句当然蛮好理解 整句再来一遍 Underscoring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the people Emit the largest domestic outbreak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OK 他接下来下一句 Under the newly announced measures Those who apply for relief subsidies the last year and are eligible can expect to have access to funding beginning June 4th 好 所以在最新的 新的 新的announced 公布的major 是措施 在新公布的措施底下 那一些人 什么样的人 有申请纾困补助金去年的人 以及有符合资格的人 所以这边各位总共有两个人 我一样我把它涂掉 这边总共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是这一个 一 有去年有申请过的 以及二 符合资格的人 can expect 就可以预期可以有这个管道 什么样的管道 金额 coco bunding 就是钱的管道 从6月4号开始 所以整句 Under the newly announced measures Those who applied for relief subsidies last year and are eligible can expect to have access to funding beginning June 4th 好 讲下一句 First time applicants can apply online starting June 7th 所以第一次的申请者可以申请 各位那就是在线上申请 从6月7号开始 好 接下来下一句 the child-rearing household subsidy of 10,000 per child yeah that's right has been expanded to includ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younger than elementary school age 所以这个有养小孩子的家庭 家庭补助款 大概多少 10,000就一万块 每一个小孩 per per这个单字就是每 每一个小孩一万块 has been expanded 扩充 扩充给谁 包含了家庭 什么叫家庭 有小孩子 younger 你叫年轻 年轻低于几岁 younger than elementary school age 就是说本来是国小生 好 那现在你如果不是国小生 也可以补助了 好 所以整句 the child-rearing household subsidy of $10,000 per child has been expanded to includ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younger than elementary school age 就是本来没有 那后来就是可能只算国小生 那后来国小以下的 好像包含新生儿也是可以 这样子 好 下一句 and those who have children with 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ies up to high school age or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junior college 好 那这个 以及那些 那些人 什么样的人 有小孩子 那这些孩子 是有身体的 或者是心理的障碍 up to up to 就是直到 最多到高中生 中学生 high school 就是国高中生 或者是在 first three years 就是前三年 junior就是国中 那college 这个单字呢 junior college 这个单字 我觉得应该是专科 那junior就是 好 那各位 junior college 因为college是大专 那junior 这个单字 它的反义字是senior 好 senior 那junior 是就是比较初级的 就是比较年轻的 senior是比较资深 那所以junior college 就是说 他在专科 他是比较之前的 那就是前三年 我们就这样理解 junior college 就是专科前三年 这样子 原则上应该也是 在高中的年期 所以再整句 and those who have children with 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ies up to high school age or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junior college 我觉得 junior college 这边指的应该就是 我们台湾的那个五专 对不对 专科生 五专 五专前三年 五专前三年 其实就是高一高二高三 对不对 好 ok 好下去 and those who have children with physical 重复了 这个重复 复制贴上了 self-employee workers and those who have and no definite employer that pay labor insurance on more than twenty four thousand will receive a subsidy of ten thousand 所以这一句 它是说 自聘用员工 就是自己聘雇 聘雇自己的员工 还有那些人 什么样的人呢 没有明确的雇主的人 那这些明确雇主的人 是怎么样 负劳工保险 负劳工保险 more than 这个 等一下 就是有超过 两万四劳工保险的人 会收到补助款 一万块 所以变成这样 self-employed workers and those who have no definite employer that pay labor insurance 我觉得我这边 应该是有打错 这个字应该是no才对 各位 这应该是没有超过 两万四劳工保险 没有超过两万四的人 会收到一万块的补助款 应该是这样 这个条文我就没有很清楚 我觉得不太要意思 好来 接下来 下一句 temporary workers outside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industries that have no labor insurance are eligible for a relief subsidy of $10,000 to $30,000 所以临时的员工outside 这是没有在 各位outside就是没有在 没有在agriculture 各位这个是农业 农业 没有在农业还有农保跟渔保 industry 各位这个单子是产业 产业就是农业、产业、渔业、产业 那并且have no labor insurance 还没有任何的劳工保险的 are eligible 你最后就符合资格了 什么样的资格呢 纾困方案 就是有一万到三万 各位这个 你就是没有劳工保险的 农保、渔保也没有 在政府认定就是非常弱势的一群 ok 这样子 所以整句再来一遍吧 Temporary workers outside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industries that have no labor insurance 你也错了 insurance I'm sorry no labor insurance are eligible for relief subsidy of 10,000 to 30,000 dollars ok 好 那接下来 第二篇 世界晶片生产中心的困境 新冠肺炎跟旱灾 新闻来源 CNN The chipmaking factory of the world is battling COVID and climate crisis 好 接下来新闻单字 Climate crisis 各位crisis 这个单子是危机 非常好戏 一个单字就cry cool climate是气候 cool 就危机 climate crisis 气候危机 下一个字 freat 这个单字是烦躁不安 其实就是台湾最近烦躁不安 就是双重夹杀 不过最近有下雨就比较还好 那新冠到现在又是 又比较降低 感觉就是曙光在前面的感觉 对不对 好来 那fright这个单字有恐惧 还有惊吓 frighten 一烟加上去 就会被冻子死害怕 所以fright fright frighten 就一起祭拜 下一个单字是severe outbreak ok 好那各位这个单字 这个severe 它的念法是这样 severe 那各位什么是severe呢 severe这个单字就是有严重的severe 那outbreak就是爆发 severe outbreak 各位这个是CNN 那说实在 这个汉塞 其实对台湾来讲 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较缓解了一点 但是就是这篇文章我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呢 大概三天前出现在那个CNN的首页上 我就把它抓出来讲了 那severe这个单字是非常 我们来看一下国外媒体怎么看待我们台湾的嘛 对不对 severe 非常严重的 那各位一三调就变成sever sever这个单字就是切开弄断 sever 那各位这个单字 那这个单字有那个sever 就是有很多的意思 应该没有挡住在这边 所以severe outbreak severe s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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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sever这个单字 大家应该是知道 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 原来al结尾是十农词 把al删掉之后就变成sever sever sever 这样子来记 下一个字 这个叫做jeopardize jeopardize 各位这个jeopardize 这个 各位这个字念念法 各位这个单字 说实在 它不会不常见 只是说各位你如果是英文的初学者的话 就是说你的英文这个接触的时间比较短 各位还是这样跟各位强调 英文没有好跟坏之分 英文的差别就是差着你接触它的时间长跟短之分 那各位像我 可能我比较常念 这个英文也是我的专长 也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接触它的时间比较多 没有好跟坏 那 你只要敢用 愿意用 你的这个能力 英文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好 就不要怕犯错 我扯远了 那各位如果说你接触英文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各位这个单字你可能不常见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会觉得这个单字长得颇怪异 对不对 那念法是这样 jeopardize jeopardize ok 然后这个字有损害 教各位怎么记 那是JEO 你把它想成 发有点想象力 把它想成CEO PARD 发有点想象力 把它想成party 哇 那个种植形长在开party 你看这间公司就完蛋了 ok jeopardize 那底下处于危险 各位你看还真的是很像 处于危险 你看CEO都在开party 真的是处于危险 这间公司有危险的 各位名词叫jeopardy 多念个几次了 jeopardy 所以jeopardize jeopardy 那下面这个是叫sabotage 这个也是一个蛮常念 可是各位这个sabotage 我记得有时候我看美剧 Netflix我记得有时候看美剧 我是觉得这个蛮常见 sabotage sabotage暗中破坏 破坏的意思 那各位其实还有个单字 damage 这几个单字我没有打下来 我就很快速的讲一下 这个damage 这个单字通常指的就是外观的损害 了解吗 damage外观的损害 jeopardize 通常就是说会让某一件事情陷入危险中 jeopardize 就有点危险了 了解 sabotage也是损害 可是这个比较像是背后捅了一刀 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damage jeopardize sabotage 多念几次了 来下一个字 drastic consequence 这个字 consequence 各位这个单字 consequence是后果 drastic 就是猛烈的 严重的后果 所以 drastic consequence 目前台湾 面临猛烈的后果 下一个 account for 这个在苏联中 他这边指的是台湾的晶片 在全世界占了一半以上 其实我是觉得 CNN这篇报导 我是觉得 我看完之后 都觉得有点轻飘飘的 他把我们台湾的晶片制造 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重要到我们自己台湾的 我们说 哇塞 我们有这么重要 我们都不晓得 他是说 万一台湾面临到这个 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供应链 他讲的是这么的严重 account for manufacturer 各位这个单词是制造商 那他的动词制造是 manufacture manufacture 这个单词是制造 那各位这个字好记啊 前面这个是man 这不就是人吗 男人 那后面这个字是factory 各位什么是factory 工厂 人在工厂里面能够干嘛 制造东西 所以manufacture 蛮好记的 那制造商加上er就对了 manufacturer ok 好了下一个字 secure 各位secure 这个单词是形容词 有牢靠的安心的 他还有设法得到的意思 这个字叫做secure 这样secure 好 那这个单词 它名词叫做security security 就是有保护 还有安全的意思 ok 下一个单词 这个叫delivery delivery 各位这个单词有运送 那这个之前有跟各位补充过 像现在那个foodpanda 跑来跑去 这个叫food 后面这个单词叫courier courier courier 所以foodcourier 好foodcourier 就是食物外送员 delivery 其实你要讲food delivery 我个人觉得也没有问题的 ok 好了下一个字 contribute contribute 这个叫做贡献 奉献 contribute 那各位你就想个方式来记它 这个country 对不对 country 你那个声音不就念想像国家吗 那build很像是but 这个国家 就是有个蛋书 或者奉献贡献 看谁我怎么记 contribute ok 好来下一个单词 这个叫tap water 这个tap 各位这个tap这个单词有轻拍 还有水龙头 各位水龙头 好这个是比较偏英式讲法 不过你讲tap 就是讲水龙头 大家都知道 美式的话比较会讲faucet faucet 各位叫水龙头 反正都是注意两头 水龙头 所以tap water 水龙头 faucet 这个字 好 ok 文章 Tamani officials are fretting about whether a severe outbreak of Covid-19 could jeopardize the island's critical role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好各位注意的是CNN的报道 国外媒体的报道 这是台湾官方现在烦恼 非常的烦恼 在烦恼什么呢 是否呢 这个严重的新冠背影的爆发 会围急到 这个岛屿的关键的 各位critical 这个单词critical 这个单词有关键的 各位这个单词有批评 好了解 这个岛屿关键的角色在全球 semiconductor 这个叫半导体 supply chain supply就是补给 chain是链条 供应链 supply chain就是供应链 所以整句 Taiwanese officials are fretting about whether a severe outbreak of Covid-19 could jeopardize the island's critical role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这样子 就是台湾的官方在烦恼 下来去 but there's another threat to the industry that experts worry may have even more drastic 诶等一下认错字了 may have even more drastic consequences the climate crisis 但是有另外一个威胁 到这个产业 to the industry 就是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that这个专家 担心可能会 may have 可能会有更多的更大的激烈的后果 激烈的后果 就是气候危机 了解 就是我们目前官方在担心新冠肺炎 但是CNN呢 他们认为 其实台湾真正的意优 就是气候危机 but there's another threat to the industry that experts worry may have even more drastic consequences the climate crisis 下一句 Taiwan 接下来他就开始介绍了 Taiwan 接下来后来是补充说明 他说 这个台湾呢 which accounts for modern health of the world's output of chips 那这个台湾 这个岛屿这个国家 他没有讲到我们是个国家 说我们是个岛屿 这个你看那个用字都很小心 这个占有 account for就是占有 占有 more than health 超过一半 世界的output 各位这个叫输出 晶片的输出 我们台湾就超过一半 哇厉害喔 has been grappling for a month 已经这个挣扎了数月 with its worst drought in more than 50 years 已经挣扎了数月 就是那个干旱的危机 我们已经烦恼好几个月 超过50年来 严重的干旱危机这样 甚至还要陷水这么的严重 好下一句 an event experts say could become more frequent due to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好那这个an event 这是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到这边 这个专家说呢 可能会变得更为frequent 平凡 因为影响什么的影响 气候变迁的影响 各位就是这个旱灾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什么样的事件呢 专家说会有更平凡 未来可能会更平凡 那就是头痛耶 an event experts say could become more frequent due to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k下一句 manufactur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ready had trouble securing supplies of semiconductors 这个制造商 全世界的制造商 已经有了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 各位什么样的困难 社把取得 supply 供给 什么的供给 半导体供给的困难 好了解 所以整句 manufactur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ready had trouble securing supplies of semiconductors ok 下一句 delaying the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of goods 各位所以总共三个 前面一 就是半导体的供给的困难 还有二 delaying the production 就是制造的延后 production 这个单字是生产 没有那个晶片生产就延后 那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什么呢 delivery 运送 good 就是货品 出货的运送 也会受到影响 好下一句 if Taiwan is hit hard the situation could become much worse given the islands in Poland contributing the global cheap supply 你看你觉得这一句 读完之后 把我们台湾捧上天 他说如果台湾被严重打击的话 那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目前全世界的供应商 已经遇到半导体的取得的困难 如果台湾被打到更严重 会被侵袭到更严重 given given 这个单字 考虑到 有鉴于这个岛屿的重要性 在贡献全球晶片的供应上 对 这个 if Taiwan is hit hard the situation could become much worse given the islands' importance in contributing to global cheap supply ok 好下一句 台湾ese authorities have limited the supply of tip water across the islands in response to the drought 那个台湾的authority 各位这个单字就是官方 台湾官方已经限制了这个供应 这个自来水的供应 全台湾 为了要回应 in response to 为了要回应这个旱灾 嗯 好啦 的确是有 好下一句 好我们就到第三篇了 好OK 来第三篇就是远距教学延到六月底 新闻来源是台北 times online learning extended until end of school year 就是刚好的这个学校学期结束 ok看一下相关单字 这个单字啊 suspend 它有暂停中止还有悬挂 suspend 各位这个我有跟各位讲过 pn 是不是 这名是几个笔 一只笔 sus 这个各位你就记得sus 就是有sub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底下 在底下 你就想要比掉 你本来在写考卷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写写写写写写 结果我这次比掉它去了 诶 我的录影就要被中断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suspend比如说你在写考卷 然后比掉地上你是不是就下去减 没错吧 那你写考卷的这个过程 就会被中止中断suspend 那它的名词叫suspension 好 suspension bridge 吊墙 各位suspension 各位它有中止停止悬挂 你就知道一个东西被挂起来 它就是被暂停 就是没有碰到地就暂停了 ok 下一个词 in person instruction 各位面对面 这个面对面知道就暂停了 那instruct instructor instruct就是指示 instructor 这个是教练 还有讲师的意思 ok 下一个字 好 那这个instructor 这个是教练还有讲师的意思 所以in person instruction instruct instructor ok 下一个字 nationwide nation这个单字是国家 wide 是宽 这个宽 这个宽度延长到全国 所以nationwide 就是全国性的 了解 好 接下来下一个字 extend 这个单字有扩大 扩展 那各位 其实刚刚我们遇到一个字 叫做expand expand 这个单字是扩充 本来是在这边 你就想pain是平体国 本来是这边 跑出去了 那个体积变大 了解 extend 这个单字指的是延伸 它比较像一条线的感觉 延伸出去 extend 这个单字有扩大的意思 延伸延长 extended core 各位core 这个单字是线 特别指的是电线 大概就是说中间还有包东西的那一种core extended core 就是延长线 ok 下一个单字叫做response response 这个单字有回答回应 respond 动词回答回应 responsive 就是你有回应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 接下来下一个字 下一个单字是after school child care center center是中心 child care就是 care就是照顾 child就是照顾小孩 after school就是客后 这个就是客后照顾中心 下一个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这个是机构 所以educational就是教育的 各位这个al三条 这是形容词 al三条就变成形容词 所以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教育机构 好 下一个advanced subject test 这个就指定考科测验 然后就是学测 大学的指考 ok 那advanced 这个是进阶 subject 就是学科测验 进阶的学科测验 就是大学的指考 本来是7月 后来延长到7月底 好 下一句 university admission 各位admission这个单字是入学 admission 名词城镇 它还有入场费 admit这个单字有城镇 允许进入 所以admit admission 那大学允许你进来 就是可以叫你进去大学里面读书 university admission 好 下一个字 take place 就是发生 这简单 place是地点 take是采用 我就说我决定要在这个地点上 就是发生 了解 下一个字 ok 有了 flexible 就是灵活的 这个应该单字不难 flexible flexible 下一个字 evaluation 各位这样是evaluation 这个单字是评估 evaluation 那evaluate 动词也是评估 value 名词 价值 价格 各位那你就想value 这个单字 为什么evaluation 会有评估 你就想这个价值 e 这个单字 e不就是 换个颜色 e这个单字不就是out 出去 你把这个价值 你把它拿出去给别人看 给别人看一看 所以evaluation 就是评估的意思 那了解 evaluation evaluate value 下一个单字 academy performance academy academy per for mence performance 这个单字是表现 academy 这个单字是学科的 academy performance 学科表现 academy 各位这个单字好记啊 academy 各位这个单字 academy 我教各位怎么记 各位你知道我的梗在哪里吗 academy 这个单字你会背就好了 你会念就可以啊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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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就教育部在昨天这样子说 下一句 After the nationwide level 3 COVID-19 alert was extended until June 28 在什么之后呢 在全国的三级警戒 Alert这个单字就是警戒 在全国三级警戒 被延长到6月28 各位你懂意思吗 这个东西线性的 本来就到这边截止 extend就是在继续往后延伸 After the nationwide level 3 COVID-19 alert was extended until June 28 直到6月28号 下一句 In response to the domestic COVID-19 situation Students are to continue with online learning from their homes until July 2 为了要回应 国内的新冠肺炎的情况 In response to 回应 为了要回应国内新冠肺炎的情况 学生呢 R2 就是即将要就是要继续要 持续 线上学习 从他们家里面 直到7月2号啦 好下一句 Which is the final day of classe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school year for schools below high school the ministry said 所以就是说 刚好就是最后一天 学校最后一天 在第2个 semester 这个单字 就是学期 在第2个学期的最后一天 of the school 学期的最后一天 就是学校 好那这个学校是高中以下 因为大学6月底就结束了嘛 这个教育部这么说 好 整句再来一遍 which is the final day of classe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school year for schools below high school the ministry said 好多school喔 对不对 好下一句 All students have also been asked to stop attending after school child care centers Colent schools and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o study at home instead 所有的学生也被要求要停止去参加 各位这个忘记打 Attend这个单字是参加 参加课后照顾中心 补习班 还有其他的教育机构 还有这个study at home 在家里读书 in state就是取而代之 就是前面那些都不要 这些要做这件事情 最好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家读书 好下一句 This year is the main subject test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which was to take place from July 3rd to July 5th 今年的进阶的考科测验 这个学科测验 对大学入学的考科测验 那这个本来呢 本来要发生 从7月3号到7月3号 本来就是 预计发生的时间是7月3号到7月5号 现在就延长了 后面还没有结束 has been postponed until July 28th to July 30th it added 好就是延到7月28到7月30 延 Postpone 延迟啦 The ministry also asks schools to be flexible in their evaluation of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好那这个教育部呢也要求学校要有弹性 对于他们的评估评量 评量什么 学校的学科表现 就是期末考 学科表现 这个评量也要有一点弹性 The ministry also asks schools to be flexible in their evaluation of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OK 好接下来下一句 下一篇好心肝的疫苗事件 好那这篇的新闻来语言是台北TIMES Clinic to be fined over shot program 然后就打针嘛 这个 未经允许打针 不合格 就被罚钱了 罚200万 Find要罚款 那各位这个是Penalty 这个补充说明 各位这个单字 Find跟Penalty Penalty是 他也是罚惩罚 只是说他特别指的是 他除了不止有罚款 可能你是面临到一些刑事起诉 要坐牢的那一种 Find特别指的就是COCO 罚钱 好 Shots program 接种计划 各位Shots是打针 他这边有个片名 两个字是补充 Give it a shot 就是试试看 Get a shot 就是去打针 Get an injection 两个字 Get a shot Get an injection 就是打针 Give it a shot 就去试试看 好 现在需要 Elegible Elegible 这个单字我们刚刚在第一篇有遇到 Elegible 这个单字就是合格的 有资格的 都跳了一个字 Depute mayor Mayer这个单字是副市长 这个是Depute 这个就是副的 副市长 Depute mayor 好 下一句 OK 糟糕 等一下 好 有了 Remove 他就是说 从接种清单接下来就被移除了 Remove 好 现在叫 Vaccination 这个单字出现非常多变 Vaccination Vaccination 疫苗注射 Vaccinate 动词是接种疫苗 Inoculate 就是给谁接种 所以 Vaccinate Inoculate 这个两个单字倒是一起记 就是有给谁接种的意思 Vaccinate Inoculate OK 好 现在叫 Venue 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打针的 就是看诊的一个场所 通常这个Venue 通常只有特殊目的 就是说你这个场所 它是有些功能性存在 Place 这个单字 它单纯就是一个地方 它单纯就是一个地点 可是Venue 比如说 诊所这个场所 或者是医院的这个场所 会用到Venue 它有特殊目的 OK 有一些功能性存在 好 下一个dose 就计量 没有问题 Regardless 这个是不管怎样 Regardless 就是没有 无 Regard这个单字是考虑 Regardless就是你没有考虑 就是不管 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Regardless 那regard这个单字有考虑思考 还有尊敬关注的意思 As regards 就是关于至于 Semi-regard就是 帮我问候谁 把我的尊敬送出去 帮我问候一下谁谁谁 OK 这样子 好 下一个字 Priority 重要单字 各位这个是 Priority Priority 名词 Prioritize Prioritize 这个单字是确定顺序 I-Z-E结尾 动词结尾 把那个优先顺序把它排好 Prior 这个单字就变成形容词 在前面的居先的 优先的 所以我们由下往上面 Prior Prioritize Priority OK 了解 非常重要的 各位 你多念几次了 Prior Prioritize Priority 可以 下一个字 是这样 Register 这样是 Register 这个叫注册 Register Healthcare worker 这个就是说 有登记的健康照顾的员工 Register Register 下一个单字 Facility 这个是场所 还有功能 Facilitate 这个单字有促进 Facility Facilitate 就一起记 Facility Facilitator 这是帮助者 这是能够从旁边帮助你的 下一个句子 Desease Prevention Personnel Personnel 这个单字指的就是员工 你会发现有个person 那就是 Personnel 就是员工 Desease Prevention Desease 这个单字是疾病 Prevention 这个单字是预防 所以 Desease Prevention Personnel 疾病 预防 员工 好 下一个句子 这个 内容 The Taipei-based good liver clinic is to be fined $2 million After giving Free COVID-19 Vaccine shots To people Not in groups Eligible To receive them 这是在台北的 Liver 就是肝 好心肝的诊所 要被 罚钱 罚200万 在给 免费的 新冠肺炎 注射 之后 给谁 人们 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们呢 并没有在这个团体里面 各位这个团体是 符合 资格的团体 接受 疫苗的团体 OK 就打成 打下去这些都不符合资格 好整句 The Taipei-based good liver clinic Is to be fined $2 million After giving Free COVID-19 Vaccine shots To people Not in groups Eligible To receive them 好 下一句 重复了 The clinic was inoculating anyone with a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priority 好那这个诊所 这是 接种 一直接种 正在接种 人们 这些人是 只要有什么 这个 国家的健康保险 就是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卡 只要有卡 他就给他打 不管 接种的 优先顺序 好所以整句 就是说 有就去打 都没有注重 这是第一优先 第二优先 好所以整句 The clinic was inoculating anyone with a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priority OK 好下一句 The first priority group includes registered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other non health care workers at health care facilities 好所以 第一优先的顺位 包含 登记的 有登记的健康照顾员工 以及其他 非 健康照顾 照顾员工 好那他在哪边呢 他工作 主要工作在 健康照顾的场所 所以整句 The first priority group includes registered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other non health care workers at health care facilities 好多health care 对不对 好下一句啊 While the second priority group i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disease prevention personnel 好那同时之间呢 第二顺位 第二个优先顺位就是 中央 以及 地方 政府的 疾病 预防 员工 可以好所以 While the second priority group is central i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disease prevention personnel OK 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本篇的新闻英文 那说实在本来今天应该是 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 国定价值 我想说 国定价值应该要休息一下 结果没有想到因为这几天可能都在家 完全没有注意到原来隔天 就是那个Dragon Ball Festival 端午节 那 讲义都已经做下去了 就干脆把一路做完 那就利用时间把它录完了 OK 那希望今天的四篇新闻 对各位有帮助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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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